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期間,有委員質疑政府未有積極而具體的措施使得全部立法會議員可以經由普選產生。 當時政府指出是因為社會上未有足夠的支持和各功能組別未有明確的共識情況, 所以功能組別選民基礎作出大規模調整可能會引發更大的爭議。 但當政府這樣說,當局又為了調整功能組別選民基礎做了多少事呢? 林鄭月娥上任行政長官至今,一直要等到社會平靜才推展政制改革, 結果上任第二年,因為自己主動推出修訂逃犯條例, 而引致到社會到現在都未能夠平靜。 主席,我明白今天的修例,我們沒有辦法處理到很大的政改問題, 也沒有辦法處理到我剛才提出的多年來高教界選民資格的問題。 但是我希望藉著它的機會,讓政府當局了解加快政改進程的重要性。 政府不能再推傲現在沒有社會共識, 要讓社會能夠恢復平靜,我們不可以只靠警察。 我們必須用政治的問題,必須用政治方式來解決。 回應二百萬人的聲音,重啟政改,實現雙普選。 在這幾天,我們看到區議會選舉的效應,令整個社會能夠略為平靜下來。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有一個公平的方法,來表達人民的意願。 這就是最重要的。 我們希望將來立法會的選舉,也能夠做到同樣的功能, 令到香港可以長事久安,真真正正地令到我們的亂也好, 令到我們現在非常不理想的環境,可以得到平息。 民憤得以平息,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